美国股市收盘又历经了上冲下起的一天 道琼工业指数已下跌522点落收 美股周三走势一度反弹 但最终市场仍难摆脱看坏的气氛 反弹是因为联准会升旗三马 幅度在预期中 下沙则是因为未来依旧生生不息 而且经济软着陆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联准会这一次升旗三马 是利率达到3% 预期11月和12月将继续采取紧缩政策 市场预期利率可能最高达到4.6% 甚至是5% 之后美国通膨可能缓步下降 但是能否在2025年降到目标2%的水准 仍是个未知数 鲍尔梅直白地说 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 但经济似乎以难以软着陆 透过市场供需调节的房价 租金和汽车价格可能会先重落地 升旗首当其冲的 包括信用卡贷款 车贷 学贷 房贷的借贷人 鲍尔先前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就预告 美国人的日子将会过得很痛苦 而且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经济成长率会很低很低 华氏新闻将会给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喔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